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面 什么 你要去长安补肚寺 是的 师父 为什么 弟子想去弄明白一些事情 好吧 弄明白也好 弄明白了 就知道该怎么做 师父 原来您 我弥陀佛 你去吧 是 我是普渡寺的住址 俗家姓蓝 那你说的观音菩萨像 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观音菩萨像 它还有一段 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呢 你如果有个兴趣 我慢慢说给你听 什么 他走了 他怎么可以走了呢 小姐 何必大惊小怪的呢 和尚本来就是无牵无挂 来去自如的吗 怎么 难不成他要到哪去 还得先跟你抱抱一下 你 他也不说他去哪里 不知道 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 洗春 拿来 洗 拿 臭月 你这样也不说 我把你偷打了 普渡寺 别说是我说的啊 玉林师弟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为什么会突然 想到要来我们的庙呢 我对古庙一向很有兴趣 听说普渡寺是千年古寺 所以就忍不住想来看一看 阿弥陀佛 我们普渡寺能请得到您这样的大德高僧 那真是荣幸之志啊 哦 胡渡寺到了 郁林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大概是累了 哦 那就先到庙里面休息吧 好吧 走 来 郁林师 请用茶 谢谢 郁林师 请用茶 谢谢 郁林师 请用茶 啊 啊 你说那幅观音菩萨像呢 哦 啊 啊 你说那幅观音菩萨像呢 郁林师 我现在就去拿 啊 谢谢 你坐会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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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乙观音菩萨像 一大乙观音菩萨像是 一大乙观音菩萨像呢 您请看吧 简直太像了 太像了 玉林师父 现在你总应该相信我 没有骗你了吧 实在因为曾格格 太像这幅观音像了 所以才使我多看了两眼呢 对不起 是我错怪了你 其实啊 怪我自己太鲁莽了 才引人误会的 对了 这里还有一幅 是我师祖的自画像 你要不要看一看啊 他画了自画像 对 不瞒你说 我师祖的相貌 是个十分丑陋的额上 他为了要发月 修得来生一副琉璃光的身体 所以才画了这一副自画像 来替力自己 勇猛精进 勉生退转 但是当你看到这一副画像的时候 千万不要害怕 其实我师祖 乃是天底下最慈悲的和尚 话 台上和尚 움 来 玉琳師父,這就是波若亭了 玉琳師父,這柱子上的字 是我普善師祖寫的 我師祖的字很好,對不對? 這柱子,要不然當初那位白小姐也不會那麼死心塌地的愛上她 還有大殿上的心筋,那也是我師祖寫的字 玉琳師父,你在哪兒去? 玉琳師父 玉琳師父 玉琳師父,你怎麼了? 玉琳...玉琳師父 玉琳師父 玉琳師父 沒有想到,還真有個普渡寺呢 這麼說來,我的夢境是真的喔 喜春,我們也到普渡寺去看個究竟 哥哥,你開什麼玩笑啊 普渡寺在長安耶 這一來一回少睡也要兩個月 哥哥,你該不會想去找玉琳師傅吧 你胡說,我才不是呢 我只是想去弄清楚,我的夢境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那有玉琳師傅帶你去還不是一樣嗎 再說,你真想找他,還不一定找得到呢 為什麼呢 你想啊,這萬水千山的,誰知道他走的是哪條路啊 萬一在途中錯過了 你們分別的時間不就更久了嗎 這... 所以啊,一努力看,你還是乖乖地在王府等他回來吧 好吧,不過你今天晚上得陪我睡 為什麼,我怕嘛 為什麼,我怕嘛 一會兒去的話呢 你耍那麼多,我怕會,我怕要來秘書 我怕,有時不太離譜 如果不能助大家,我怕嘛 你會不會增加一根 你會不會想去看 我怕你不得到,你會不會讓我去看 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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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無緣,但求來世。 我依然記得你眼裡的一面 天人 玉林師弟,別怕,是我 你有事嗎? 有件事我忘了告訴你 如果半夜聽到了什麼聲音 你可千萬別害怕 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白小姐來找我們師祖的 天人 天人 沒有白小姐 你問我 是否正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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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林学弟,你终于回来了,可把师父跟我急坏了。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我病了。 病了,什么病啊? 风寒。 你还真娇贵啊,难得出上门就病了。 怪不得你说你自己是个什么万金和尚啊。 这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当然是那个千金的格格喽。 你出门这阵子,他已经来了五六次了。 每次都是称信而来,拜信而去啊。 玉脸师弟,你快告诉我,这次你去长安的普渡寺, 都遇见了什么人,看见了什么事啊?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又不是去玩? 这都关心你嘛。 好了,谢谢你,这你该满意了吧。 我。 哎,师弟,你。 好戏没好吧? 好戏没好吧。 什么?你想闭关? 是的,弟子想闭关三年,潜心修佛。 这是你到普渡寺之后的决定? 不,弟子早就有闭关的打算。 只是去过普渡寺之后,这份心意更加坚定而已。 这么说,你都明白了。 正因为明白了,所以心里烦恼无尽。 你烦恼什么? 不,伯若之门,你既可进来,也可以出去。 没有人阻碍你啊。 不,红尘之中,情爱物欲,到头来不过是颠倒梦想。 苦极灭道,自己堕落不算。 还要害人,堕入痛苦无尽的深渊。 太可怕了。 我不能让这种因果循环下去。 师父,你就答应弟子,让弟子闭关吧。 不,玉玲,你不要激动。 闭关是很苦的。 你受得了吗?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再苦,也苦不过英国的轮回。 素叶的恐怖。 弟子已经决定了。 好吧。 既然如此,你就去把官方准备好。 选个日子。 为时地替你闭关。 谢谢师父。 真不错。 绣得真好。 真是铁树开花啊。 我绣得是松树呢。 我的宝贝女儿,以前是连根针线都不肯碰的人。 现在居然绣出一幅贺灵松兽。 这不是铁树开花,是什么。 额娘,你是在取笑我啊。 人家不来了啦。 皇爷回府。 阿玛回来啦。 王爷吉祥。 阿玛吉祥。 请客。 吴敬。 哥哥。 母太给您请安。 吴敬。 阿玛。 您这回从京里回来,怎么特别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啊。 你猜怎么着。 重恩寺更历的事,我写了个奏本给皇上。 皇上立刻就批准了。 真的啊。 太好了。 还有件更高兴的事呢。 什么事啊,阿玛。 我呀,给你找了个女婿。 真不赖哦。 年轻轻的就当上暗茶室了。 难怪王爷这么高兴,他人呢? 他奉旨为福出巡,已经跟我道疑心了。 目前住在客栈里。 我是想回来问问真儿的意思。 他要不反对呢? 我就差人把他请过府来大家见个面。 真儿啊,你的意思呢? 我不要,我不要。 真儿,真儿。 这怎么回事啊? 哥哥,到底怎么了吗? 王爷说的事你不答应就算了。 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嘛。 你不懂啦。 哎呦,哥哥,别的事我或许不懂。 可是这难道当官女到当仗的事情, 这谁都懂得的耶。 再说,你年纪也不少哦。 遇到好的对象,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呢? 而且啊,暗茶室可是个大官呢。 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当得上的。 喜春。 你倒是唠叨完了没有啊。 嗯。 我要出去,快帮我备叫去。 你要去哪里? 叫你去就去啊。 真哥哥。 你来了? 知客师。 玉林师傅呢? 他还没回来吗? 他已经回来了。 他人在哪里? 呃,他… 怎么不说了? 他怎么了? 他很好啊。 哦,他在哪里? 我想要见他。 呃,这…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真哥哥。 玉林师兄交代过。 他不见任何人。 不见任何人?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他就是这样交代的。 知客师。 我要见他。 真哥哥。 请你不要为难贫生。 玉林师兄他… 知客师。 告诉我。 他在哪里? 这个当然。 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大概还不了解我的个性 我越是见不到的人 我越是要见 你为什么不见任何人 是为了要夺我吗 不是 你再说谎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来找你吗 不知道 我 我阿玛 替我找了个婆家 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面 我阿玛 替我找了个婆家 恭喜你了 恭喜 你只会说这句话吗 我大老爷跑来找你 为的就是要听你说这句话吗 你太让我失望了 哥哥 我不懂 我说错了什么 你居然不知道你说错了什么 你这个戴和尚 我真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我 你说的是世俗之心 那出家人应该是没有的 对 对 你是没有心 你非但没有心 而且没干没肺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对你的 要不然 我阿玛替我找婆家 你怎么会说出那句话呢 那么 你要我说些什么 说你不高兴 说你不愿意啊 再怎么说 也比你那句恭喜好 哥哥 我是出家人 怎么能说那些话呢 为什么不可以 出家人也是人呢 难道 你们就没有情 没有爱吗 血肉之躯 怎么会没有情爱呢 所以 你就躲到这普贤殿来 我来求普贤菩萨 我来求普贤菩萨 给我毅力 给我勇气 这么说 你对我也是友情的 是不是 要不然 你不会来求菩萨呀 锅萨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到普杜寺 有没有发现什么 没有 只不过是一座古庙 没有什么特别的 真的吗 真的 我梦见你 我们在普杜寺里相遇 而且说了许多话 梦见你 我梦见你 我梦见你 我们在普杜寺里相遇 我梦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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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感觉 很强烈 也很亲切 所以我才会一再的来找你 你要知道 我有我的尊贵 要不是这种莫名 无法抗拒的感觉 我也不会对你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带你去 这是什么 是禅房吗 是官房 修行的人 闭关用的 为什么上了锁呢 上了锁 再贴上封条 闭关的人 就关在里面 一直关到闭关期满 才能放出来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看这个 因为我就要住进去了 你要闭关 是的 多久 三年 我懂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做的太绝了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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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红尘书世界 谁的呼唤都在耳边 那么熟悲 那么熟悉 却又遥远 那么熟悉 为什么痴心 愿处在难相见 为什么痴心愿处 为什么痴心愿处 从难相见 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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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时空 变了容颜 我依然 记得你眼里的一脸 你眼里的一脸 也要用心感动 天 就算 换了时空 变了容颜 我依然 记得你眼里的一脸 虽然 满血前世 也要再接近世 啊